真的吗,亲爱的,真的结束了 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不用被别人说三道四了 对 太好了 亲家,进来可好啊 您看,我们是转了好几个水果店,才买的,您尝尝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儿子是董事长,什么好东西我没吃过呀 买这么便宜的东西送到我这儿来 王爷儿了 上次那个银行行长送过的那个水果,就是起瓶那个叫什么来着 蛇果 对,蛇果 你去把蛇果拿出来,招待客人 走,娘娘,快 妞妞啊,来来来来,到姥姥这儿来,过来来 妞妞 奶奶是怎么教你的 让你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她要是带你去哪儿的话,你就报警 记住了 陌生人 我可 亲家 如果我们两家经常走动的话,关系我想会好起来的,对吧,老赵 谁说不是呢 我真不敢麻烦你们大老远的跑到我这儿来,扯我的头发 哎哟,亲家呀,这件事就别再提了,这古人说的好啊,这渊源相报何时了啊,对吧,老赵 那个,老太太,我们姥的意思啊,是说那个什么 年轻人,阿姨们讲话的时候,别插嘴 哼,死老婆子,要不是为了我们家倩倩,我会把光你的头发 我真要跟这种女人,成为亲家 倩倩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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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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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帅不帅 帅 想想华锦集团的老板 王进马上就要成为我们的女婿了 做梦似的 所以说 这人就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那时候那地主婆 让倩倩把孩子打掉 现在呢 把妞妞当宝贝似的 你说倩倩当初要把孩子打了 还有今天妞妞吗 当然了 不管怎么说 咱今儿就是为了倩倩 也得好好表现表现 你老人家请 走着 走着 叔叔 好好好 你看 这以后啊 我们就成一家人了 真没想到 是啊 以后咱得管人叫庆里母 对呀 年轻人 刚才 你说什么来着 年轻人 年轻人 您说我啊 你们俩 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这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知道的呀 你们 究竟结婚没有啊 当然了 我们登记了 不过 觉得年纪这么大了 也就没办什么仪式 嗯 没办仪式 对呀 仪式 我觉得也没什么重要的 是 我也觉得 仪式没那么重要 所以啊 让你女儿 直接搬进她住就行了 这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不是你说的吗 你说仪式不那么重要 又不是我说的 在座的 大家不是都听见了吗 我是王静明媚证据的 干嘛偷偷摸摸的 我做不到 不是 但是 我呀 没那个脸 再一遍遍 跟所有的亲戚朋友打电话说 啊 我的儿子王静 离婚了 现在又要结婚了 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就是 想让我们家倩倩 当个二手货呀 反正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如果 你们 还想跟我们成为一家人的话 那就赶紧的 按我开的单子 把所有的家庄给送过来 妈 放手 这 这是 这话还没说完 人家走了 你妈妈怎么能这样呢 你就不明白 你妈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光明正大的 搞得好像跟贼一样 偷偷默默地跟你结婚 那是我妈担心我的情况吗 担心什么情况 现在又不比以前了 离个婚多正常的事情啊 我告诉你啊 我的婚礼 一定要比叶静怡的盛大十倍 好好好 先坐下来 哎呀 现在有很多人啊 对咱们的结婚看不好 咱们何必把麻烦惹上身呢 我们堂堂正正的结婚 管别人怎么想呢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你妈一说你就听啊 好 婚礼的事晚点再说 好吗 还有啊 结婚之后 我不想和你妈住在一起 不和我妈一起住 你妈那么讨厌我 我们怎么合得来啊 那是咱俩没结婚 她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再说咱俩搬出去之后 妞妞怎么办 你现在在公司忙成这样 妞妞怎么照顾我 那我可以每天把妞妞送到幼儿园 晚上再接回来啊 你说的容易 做起来也容易啊 老公 反正我就是想和你 还有妞妞 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 我可不想结婚之后 是婆婆的加班气 再说吧 哎呀老公 行行行行 不想